在每一課練習之前 我們都需要進行熱身練習 在熱身練習中 通常會先來一個慢跑 希望令到小朋友在心理方面 準備進行訓練 接著我們會進入一個無波 但比較快速的協調練習 這些協調練習 令到小朋友可以因應比賽期間 我們需要轉向、跑動、靈活的轉動 所以我們會進行協調練習 協調的動作 我們希望小朋友加強他們的平衡力 所以我們做一些轉向練習 都是要小朋友兩隻腳 或者不要太平排 或者要抹闊一點、坐低一點 因為踢球來說 其實我們人不需要站得太直 所以我們在協調 會慢慢指導小朋友的正確姿勢 至於第二個練習協調 我們要去提腿 因為我們發覺很多小朋友 其實在跑步的姿勢方面 不能夠進入踢球的狀態 因為我看到很多小朋友 很多時候跑步的腳都未提得太高 所以我們在一些練習協調裡面 希望提升小朋友的跑動能力 因為我們場中沒有變成帽子 現在又起來 只要有這種做點 一定有這種做法 過程它會不會有這種做法 就是我們場中有水平用的 有這種做法 我們要 axis加強 就可以切斷 設計的 所以我們要來 Carbon 讓我們按摩